水库放水发现大漠 出土西式国宝及文物 科学家至今无法复制 众所周知 沃国有着五千多年的历史 在这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中国古人一次次以他们的工艺震惊世界 中国古代先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 有的是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代代相传 而有的则是被埋葬在那些古墓中 在尘土之下 等待着后世人揭开他们身上的面纱 时至今日 中国的文物收藏 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多的国家 若算上近代被掠夺的大量文物 那才真可谓是天上的繁星一般 每一件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文物 都是历史的见证者 也是历史的承载者 河南 历史上称为中原之地 是中华民族 以及华夏文明的重要发源之一 元代以前 河南是中国历史的核心区域之一 河南的很多个城市 在历史上都是赫赫有名的 可以说是一个文化古城 洛阳市十五朝古都 开封市七朝古都 安阳为夏商古都 这些城市都是著名的 有着千年以上历史的城市 早在远古时期的新时期时代 这里就已经诞生了很多的文明 而当代的考古工作中 也常常在这里获得一些重要的发现 水库放水 发现大木 1977年 河南省西南部发生旱灾 位于河南西川县境内的 丹江口水库 受旱灾的影响而放水 之后水位急剧下降 某一天 当立了一个木桐 在水库边放羊 突然间就被绊倒了 他仔细一看绊倒自己的东西 才发现那是一件青铜器 在这件青铜器旁边 还有几件类似的青铜器 这一发现可不得了 消息传了个遍之后 考古专家就来了 在进行了考古勘察之后 专家发现 这里有一座古代的木葬群 而这一座水库放水之后 露出水面的木葬群 为西川楚墓 西川楚墓是春秋中晚期的 畜国贵族墓群 缓水而建 墓地面积达10万平方米 上报了有关部门之后 考古队就开始对西川楚墓 进行抢救性挖掘工作 墓群中一共发掘了25座墓葬 车马坑5座 其中贵族墓就有9座 众所周知 中国古人对墓葬礼仪十分的忠实 而贵族墓中更是伴随着大量的陪葬品 西川楚墓中的发现 同样没有让人失望 整个墓葬群出土了随葬品6000多件 大多为青铜器 还有一套鞭钟 王孙告鞭钟 数量多达26年 最大的鞭钟足足1米2 除此之外 专家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发现 国宝级文物 云文筒镜 云文筒镜 通体高28.8厘米 长103厘米 宽4厘米 整体重90多公斤 为长方形 2002年 国家将其列为 禁止出国展览的文物之一 如今收藏在河南博物馆中 为该馆的镇馆之宝 也是我国的一级文物 这一件国宝级文物中 镜为镜界饮酒之意 这件物件的名称 和当时周朝人 眼见商王朝的灭亡有关 周朝人认为 商之所以灭亡 是因为嗜酒无度 所以将盛放酒的暗台称为镜 这一件国宝四周盘龙巨虎 为神兽警示之意 科学无法复制 云文铜镜的制造工艺 比较特别 整体用湿蜡法铸就 其工艺之精湛 令每一个见过他的人 叹为观止 所谓的湿蜡法 也称作融魔法 是一种青铜等金属器物的 精密铸造方法 原理起源于焚尸法 最早出现于商代中晚期 但这种技术在出现之后 又逐渐的消亡了 云文铜镜所用的湿蜡法 早已失传了 在此之前 人们以为湿蜡法 应该是在唐开云初年的时候出现 而云文铜镜的发现 无疑是将湿蜡法铸造工艺 向前推进了1100多年 而即便是在科学技术 达到一定程度的今天 也无法完整地复制出 一件云文铜镜 可见古代仙人的铸造工艺 有多高超 www.blog